在開始的時候,你不用養他 問題是什麼時候讓他獨立 就是你兒子剛出生未滿月,他獨立 現在是不是投資買的最好時機 未來會不會整件事是不同了 這次好像有一個財技的方式 將他拆散,能夠變成導演 其實對現有的阿里股東可能會有著數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股壇事件 這個星期錄影時間是3月30日 我想很多香港股民或中港股民都比較興奮 其中一隻大籃籌股阿里巴巴的股價大幅反彈 原因是他公佈了會將旗下業務 6個板塊分拆獨立上市 你怎樣看這件事?阿里的轉變很壞 對股東來說有什麼影響? 第一他大幅反彈 大約他的股價又回到年頭的位 因為其實之前高位都很慘 300元都跌到下去只剩幾十元 但其實這個星期暫時市場反應是正面 如果你很簡單地計算 短線地想,就好像有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經常聽阿里巴巴想到淘寶 淘寶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生意 包括大家聽過有阿里雲 做雲的業務,有很多其他的 物流、菜類等等 或者螞蟻,支持金融服務 其實他過往主力是靠香港朋友用最多的淘寶 去撐在整間公司 其實有部分消雲子的業務 雖然有策略性或者有長遠發展的能力 不過他們都是靠淘寶一個去養育大家 所以其實如果你將它拆散 如果獨立上市 即現在他們的目標是獨立上市 重新計算 可能覺得可以體現到每一個個別業務的價值 所以市場覺得很好 因為很多大漢都出來說 現在一百元都不夠 其實你拿出來照清 計算現金,計算每個事部的價值 可能至少吃二三百元左右 你立即計算會得出這樣的答案 不過如果再退一步去想 其實過往阿里的發展模式 就是靠一些比較賺錢的業務 養著一些希望有戰略意義 或者有前景的業務 以戰養戰 淘寶賺回來的錢養著不同的事業 這件事在之後又有機會不再出現 剛才我們說要問問師先生 一個企業的發展 你將每一個事業拿出來 在市場接受市場挑戰 接受現價 好似是有優勢的 其實留下一個戰略 即是資源調配 令企業的目力更加高 是重要的 到哪樣高些呢 這個就是要問問 管理的折扣師先生 管理折扣經營的手法 一些新的生意其實都不是個個成功 即使是很聰明的人去做生意 他都不是飯飯店 所以初初在枯化的時候 有個母體給溫暖你便有好處 現在這一堆其實都阿里巴巴都搞了一段 有些都五、六年 有些一年八年 在開始的時候你不用養他 問題是你什麼時候 給他獨立 即是你兒子剛出生未滿月 他獨立 即是實死無疑 他現在叫做似無似樣 起碼走出來有人信會再給他錢 我相信現在他那六個事業部其中都有一兩個賺少少 好微好微其他都仍在虧錢 但是我相信之前阿里又花了不少錢下去 只是計算那個頭日的成本價都不少 他現在出來我相信在股市是可以賺到些錢 如果他賺到不錢他便可以自己運行 但是以前你在阿里旗下是他的子公司 阿里找人去幫你技術支援你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獨立公司阿里便不適宜無條件去支持他 阿里可能的股東和菜鳥的股東是不同 還有利益關係 定價怎樣定 以前大家都在一個集團裏面 他要谷這邊的時候 希望阿里做好些菜鳥便接近他 現在不是的 你是獨立公司 我給材料給順豐我先選擇 誰便宜 我自己經營 我這間公司其實分得很散 我在內地叫做新林式發展 每一個城市就當獨立的一棵樹 不好處是不能互相支援 不能互相統一調配 好處是毒辣生命 死了那個未必累他 其中一間吃了毒藥 整間公司死了都可以 分開又分開好 除了分開之外 近來管理層接受訪問都指出 不單是初步分開 甚至未來完全分開 不像一些主要的股權 其實浩德你怎樣看 如果在這個情況發展之下 現在是否投資買的最好時機 未來會不會整件事是不同了 我只是說企業發展的策略會變得不同 過往幾長的時間 在國內的互聯網發展 就是要有資源去燒銀子 以及可以用流量等等 即使用一個現有的事業的流量 去支撐一些新的事業 你之後將它打散 其實這個發展模式便未必那麼適合 接下來就是在國內的互聯網行業 還有一個新的方式去發展 正如我剛才說 但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第一就是過往一段時間 互聯網大部份的公司的股價 都是比較低迷的 今次好像有一個財技的方式 將它拆散 能夠辯導演其實對現有的阿里股東 可能會有著數 正如這件事都不是今天才開始 例如你看騰訊 騰訊和阿里大家都比較認識深 其實去年開始 他們陸續續將它的業務 賣出來 因為阿里和騰訊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阿里大部份投資 就憑它的主體的連接度比較高 它真的比較直接營運 但騰訊很多都是用一個類似財務投資的方式 有些是不同股東的 阿里我不知道下面這些事部 是否全資附屬公司 總之它都是大股東 但騰訊的方式有些不同 合作對象比較多 可能它有時是做二股東也可以 所以在過去希望會員網 不會再跨行業經營的時間 他們陸陸續續都開始賣股票 其實騰訊都幾次 包括最近美團都把股票派出來 其實你見到對整體騰訊股東 其實似乎都好像有些著數 我自己看這次阿里事件股市升 除了阿里自己股票股東有沒有得益之外 亦都關係到大陸對民企的看法 對互聯網平台的看法 第一樣就是之前馬雲在網上被人污名化 又說他幫外國人賺錢 又說他搞什麼大學企圖影響國家 又不正規 那班老闆自己走賣 吹下水就當大學 很多事情批評 搞到那班人都沒什麼興趣在內地去經營 馬雲都有一段時間 不在內地 見到他在日本、荷蘭、香港、中樹 去解決農業問題 變成有一大批中國民營企業的企業家 好像在內地有點失意 沒有動力去作新投資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中國的經濟多多少少受到影響 現在你說他大陸面對現實也好 各今次而作非也好 起碼他知道民營企業家在經濟發展 是扮演角色的 即是他們有創意 願意作新的嘗試 即是如果不是阿里禁賺錢 他怎可以整幾間都會虧 還虧這麼久都可以虧 你找其他那些未必會虧 所以一個國家要有人肯投資 肯嘗試 你對這些人要肯定 要鼓勵 不是打壓他 我相信 初初說大陸想力要馬雲回去 很多人說不會了 香港也傳說不回 但第二天就回來了 回到一個就是 例如 起碼對他的價值認同 或者對他回到來 馬雲都覺得有機會才回去 所以我相信這個訊息 反而重要過阿里巴巴的股東 分拆之後有沒有錢賺 他利好的消息才可以覆蓋整個市場 又不是只有一隻股票 師先生的意見就是可能內地對民企老闆的角色有些轉變了 對互聯網平台公司的態度都轉變了 之前很怕他壟斷 甚麼都他做了 現在發覺比他做好過沒有人做 會不會對其他科技股的走勢 未來會變得更樂觀 一段時間 我覺得現在是 互聯網行業一個很大的變化 新的監管和新的政府態度 但你也完全不是打壓你 大家要用新的方式去做 至少還有得做才好 就好過完全 大家之前說沒得做 還有你見到近期互聯網 或者科技公司都好像慢慢有好一點 因為剛剛這段時間都是業績期 你看回譬如騰訊出來股價會好 你都見到因為廣告收入會好一點 或者美團 很多大的方法公司都跟我們說 整體的業務都不太差 我覺得大家看到生意繼續做得回 還有大家都覺得 跟新的行業的監管也好 或者政府的新常態出現之後 大家就可以重新做回生意 因為過去兩年都因為疫情 監管也因為很多科技公司的老闆都不知去哪裏 其實大家都投資的時間 有很多問號都不知如何回答 現在又好像所有事情可以重新再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重新開始 似乎都是向好一點 講起科技股 還有一個問題 都跟科技有關 就是關於AI 查看GPT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討論過 尤其是出了4之後 似乎都很多商業機構 引入希望可以商用化 高盛近郎出了報告 全球有最少3億人都會被AI取代 其中值得最留意 最多人被取代的地方就是香港 兩位怎樣看 這個趨勢不能逆轉 甚至觀察出現 我沒有看過這份報告 為何會最多人取代是香港 我想它類似的意思是文職 或者一些專業服務 是最容易被人取代的 香港是其中一個 可能文職和專業服務 比較集中的地方 所以可能對比其他經濟體 因為GPT不懂耕田 不懂做適應 不懂起樓 但他就懂做文件 他都可以駕駛 AI可以駕駛 正如我們工業革命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 很多很基本人手做的事都會被取代 不過人就變成了不是直接做 是操作機器 工廠的工人就不是自己落手落腳 而是用部機器 我想你說現在我們很多工作 譬如說很多文職或者很多銷售 每天花不少時間做PowerPoint 去見客用或者見老闆用 你現在用GPT就快了很多 但是你本身都是有個人的工作 人的工作的性質會有些不同 人和現在用GPT 第一就是用GPT很多問題都回答不了 因為他很多價值判斷 他回答不了 有什麼喜好回答不了 還有很多感覺 不是很科學化的他回答不了 人很有趣 有時候很主觀 也不是很科學化 但是你的觀察 你和朋友聊天 有很多感覺 其實你的斷鼓也好 或者是創作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元素 部份的工作 其實也不是開著做電腦 而是在打字 香港很多人的生產力也很高 所以你說GPT是否真的會完全取代呢 這個當然 講到太遠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這件事一直變化 五年後、十年後是怎樣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想法是 其實幫助我們做到什麼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 聽說話好像很害怕他 其實我覺得與其害怕他 不如學一下怎樣用他 學一下怎樣 原來你用完他 發覺你以前要用三個小時 整個PowerPoint 現在用五分鐘 你被取代之前 不如你等他幫我一下 你先回答一下 有個根本問題想問問師生 有些學校不讓學生用這些方法 幫他做功課 其實在你角度 有這麼好的工具 其實學生可不可以用這些 幫他做事 拿來考試、拿來做功課 看做什麼功課 有些功課 譬如老師是想知道你自己 懂得多少 自己思考能力 組織能力 你找了電腦做 不知道你的實際懂得多少 老師說不應該用來做功課考試 我覺得由老師來決定沒有問題 但老師不可以說不讓學生用這件事 新的科學發明 新的可以幫到人手的工具 無論是機械或是知識、智慧 都應該是開放給別人用 我相信說什麼講大不給用 是不給你拿來考試做功課 考試一定不行 回家沒理由不給用 考試其實 以前也有開卷考試 有些東西是考理、理解、能力、處理 你便可以找資料 現在的問題是 先生不知道學生有用過 JetGBT來出貌 如果先生學懂了 防止學生作弊 譬如我不算很聰明的人 我隨時出題目 可以考到你 JetGBT也沒有用 所以仍然可以分到 可以看你出什麼題目 怎樣考 所以大家應該對AI發展 暫時都是正面態度 希望可以幫到我們日常工作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大家記得如果喜歡我們 Finance 130的節目 Like、Share 和多點留言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